欢迎来到美厅 父母造了这几种孽 老天会让子女来偿还 逃不掉 世上的万事万物 都遵循着固有的法则 按照一定的客观规律 发展和变换着 生生不息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 便是因果循环的规律 佛语中有言 凡事有因必有果 一切诸果 皆从因起 一切诸报 皆从业起 于人而言 一是如此 父母欠了债 或造了孽 要么自己亲自偿还 要么由子女继续补偿 负债子还 天经地义 更是因果循环所致的必然结果 直到业障最后 一一还必消解 莫到因果无人见 远在儿孙尽在身 父母造了这三种孽 老天就会让子女来偿还 一 父母败家的债 需要儿女来偿还 在电视剧《流金岁月》中 蒋南孙的父亲 执迷于炒股 不仅败光了家产 还欠下了大笔赌债 因为不敢面对残酷现实 也难以承受生活的重负 他最终选择跳楼自尽 一死了之 可是冤有投债有主 他的离世并没有让债务消失 而是全部转移到了 女儿蒋南孙的身上 为了替父亲还债 蒋南孙不仅失去了 原本富裕的生活 还影响了自己 本该拥有的大好前程 现实生活之中 因为父母欠下 无法弥补的债务 而子女被迫偿还的案例 也是比比皆是 从本质上而言 生活在同一个家庭的成员 本质上都是血缘 与利益紧密相关的共同体 祖父儿孙 血脉相连 易荣俱荣 易损俱损 富贵时共享荣华 落魄时共担债务 有能耐的父母 凭自己的本事 赚得盆满锅满 让子孙蒙受音符 使家族心火相传 没本事的父母 只会败光了 家中的积蓄存粮 让儿女备受指摘 给家庭平添耻辱 更有许多父母 沾染上不良的恶习 搞得家里乌烟瘴气 易人拖得整个家庭 负债累累 正所谓 自作孽不可活 多行不易必自毙 所有父母为所欲为败家的债 都是此生造下的恶孽 父母不还子女也要还 若是不想毁了自己和儿女 毁了整个家庭的幸福 一定不要误入歧途 搞得债台高筑 二 父母闹出的怨 需要儿女来承担 人与人之间 总会因为观念的差别 是非的决断 产生源源不断的恩怨情仇 许多矛盾与问题 若是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 常常会演变成两个家庭之间的对立与敌视 这样的仇恨 看似是一代人的纠葛 但其实早已在前一幕话中 传递给了下一代人 即使儿女子孙想要从中脱离 也早已无法置身事外 不可能化干戈为玉帛 只能互相报复 就像莎士比亚笔下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 男女主人公的相爱 本该有皆大欢喜的结局 但偏偏因为两家是世仇 原本无辜的眷侣 也变成了各自前人相互争斗下的牺牲体 最终 两人用悲剧的收场 让彼此的家族重归于好 让人感到唏嘘的同时 也充满了讽刺 正如冯孟隆所言 人与人之间的姻缘 或恩怨 或善恶 皆是前人之音所成的果报 父母到处惹是生非 与别人无端的结怨生仇 不仅是给自己树敌 也会让儿女在未来平白受苦 两个人有了冲突 可能只是个人的恩怨 两代人有了仇恨 则是波及整个家族的纷争 父辈或祖辈之间的仇恨太深 终究会影响到儿女 甚至是后世的子子孙孙 老话常说 恩恩怨怨逃不过 原来远往难逃脱 若是不想陷入冤冤相报 何时了的困顿循环 便要学会得饶人触且饶人的智慧 三 父母得性的损 需要儿女来填补 人活一世 道德品质是自己最好的名片 半生修行 以德为先 德性有损 必有余殃 我们常常说 上梁不正下梁歪 父母无德 必然也教育 不出优秀的子女 为只生孬果 作为儿女的第一任导师 家中 父母的一言一行 都会直接影响 他们的言行举止 优秀的父母 总是能以身作则 为子孙后代做出榜样 为后人积善行德 并将其代代相传 失败的父母 只会搞蛮心魅脊 让儿女晚辈上行下校 给后人无穷祸患 还闹得家破人亡 德性一世 虽然看不见也摸不着 却常常与家庭的兴衰成败相伴 也持续不断地影响后世 五湖十六国时 杰族人石虎 一向以暴力无度著称 他篡夺皇位后 更是残暴失血 他经常不分青红皂白 试杀身边的臣子或侍女 还在朝堂上 对犯人挖心剖腹 以震慑重任 而他的这份狠毒 也完美被他的几个儿子继承 长子十岁 就有食人肉的恶习 并以此为乐 石虎的二儿子石轩 为了争夺皇位 不惜杀害亲弟弟石涛 而他自己也因此 被石虎杀了全家 有道士 善恶到头中有报 父母德性有损 儿女也会跟着自食其果 生而为人 可以缺钱 但一定不能缺德 钱没有了 还可以再挣 德性一旦有亏 再做多少件好事 也难以弥补 若是不想殃及持余 便要学会广积善缘 与人为善 为儿女多积福报 美国政治家英格索尔 有句话说得很好 幸福不是奖赏 而是结果 苦难不是惩罚 而是报应 因果轮回 原来原去 一切皆有定数 许多东西 过犹不及 只会反噬自身 祸及子孙 要想生活得好 最重要的事情 便是严于律己 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好 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一报还一报 凡你们为自己而行的善 将在真主那里 发现其报酬 一念善心起 天堂已诞生 一念恶心起 地狱已现前 不要以为无人知晓 虚空中有注视你的眼睛 善恶临终总有报 举头三尺有神明 众其因者虚实其果 在罪恶中有勇的人 必将在悲哀中沉默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石尘未到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好心自有好报 轻看剃头者 人亦剃其头 菩萨未因 众生未果 幸福不是奖赏 而是结果 苦难不是惩罚 而是报应 凡事无愧于己 也无愧于人 自然有福气 与财气如影随形 后代也能一生顺遂 万事无忧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 祝你生活愉快